喂,究竟怎麼了? 好像是拍攝協會幫學生打戲那些東西 哦,你們是不是想關顧學生情緒那些? 喂,不要搞啦,你們沒人相信的 你閉嘴吧,又不來開會? 打戲,入學校,搞school tour 那麼容易想,我們不用坐那麼久 對呀,那麼大班人怎麼入學校? 會長要搞,一定不會搞那麼簡單 我想我都不贊成 會長哪有空,入學校 對呀,我家裡的幾個情緒,我都沒關顧到 不要去學校了 不要搞啦,不要搞啦,被人罵的,會被人罵的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搞不搞得好死 啊,既然是這樣,應該不是散會 我想到了,一如散落學校,搞school tour 怎樣啊? 就是啦 好帥啊 好帥 好帥啊 好帥啊 韓星磁窗玉剛剛到訪台灣出席手錶活動 吸引超過300名粉絲到場逼爆幾層商場 OBA4那時候曾經私訪台灣 但是有一陣子沒有在台北出席公開活動 加上開Fans Meeting 經已在疫情前 難怪粉絲們都出OBA快開見面會了 我已經要問一下今天那麼多的粉絲朋友們早早就來答案 問問看指導師先生未來有沒有回到台灣來看Fans Meeting的計劃大家敲碗 首先反正看到Fans Meeting的計劃還是些不在唷 如果能否跟朋友們合適 有好機會的話 我會不會太重視 你別管我,謝謝 阿巴尼在台灣會留三天兩夜 如果早點下班 就想跟工作人員一起行夜市 和吃小便麵線 下次有時間希望逛下信義區和寺廟 也想挑戰一下電單車環島遊 請問一下慈昌續先生 現場亦發生了一場小插曲 品牌的總裁突然向阿巴發問 問他要用多少時間拼砌他手上的碗錶 嚇到阿巴不知如何回應 林寶儀之前憑八日之下 首度提名香港金像獎影帝 雖然最終未有獲獎 但他的演技備受業界認同 寶儀這天獲獲一個頒獎禮頒發最耀眼男演員獎 這段忙於拍攝劇集《刑徵十二》的寶儀 近來就病了 加上過幾天 9月4日就是他的生日 難怪他說要快些康復出席慶生的活動 生日前會康復 很多朋友很踴躍地約我吃飯 所以你要快些康復 他有很多飯局要去 都不是的 其實我淡出飯局的 你是生日的主角 是的 我通常都是 幾個朋友吃一下 現在可能是著重Claw of Tea Time 會的 享受一下生活 看劇本 今年你有沒有說到什麼生日月朗 今年都是希望《刑徵十二》會爆 因為大家覺得很辛苦 都很想去 是的 因為鎮朗 傅加尼 陳志勇 他們每個人都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努力去做這個劇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聽鎮朗說 他很想你帶他進去影壇 不敢 我們有說過什麼 我們那次跟中雪階監製說 我們《刑徵十二》不如拍電影吧 電影版 可能他是這樣的意思 謝安琪也獲頒最耀眼女演員獎 他就說希望挑戰一些練健碩的角色 而K的老公張繼聰似乎想挑戰太太的底線 竟然說K像豬八戒 我們說星爺那套西遊 裡面的《珠江獵》 是說那個演員 因為那個演繹是不同的 我想說 因為他在這套戲裡面 首先我想說那個演員很帥 還有皮膚很光滑 所以當時張先生他這樣稱讚我 我是很開心的 而且我自己決定要跟大家分享 是 五穩龍瓶黃九一角 新手和演技都獲贊賞 這日他亦獲頒發最耀眼男演員獎 相信這個獎 算是他今年最好的生日禮物 9月16日生日正日 他要忙於出席新戲的首映 菲利华新作對他意義非凡 這部電影對你來說 是不是意義很大 意義很大 因為我也是做武師出身 武漢出身 這部電影是講武漢的 還有香港是整世界的功夫動作電影的發源地 為甚麼是這樣 都是因為幕後英雄 那些武師 我都可以幫他們說一說他們的故事 是很榮幸的 獲班全方委藝人獎的方力申 近年都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多線發展 繼之前去了巴黎採訪奧運之後 最近又要重頭歌手身份 繼續內地的音樂會演出 因為工作繁忙 連日前內地奧運建議訪港的大會演 小方都說很可惜參加不了 國家隊來的大會演 本來也有份參加 但是因為我要工作 所以就去不了 如果去到 我看到很多同事都打卡 我感覺到他的感覺 從來沒試過這麼意外的工作 因為原來有這麼多福利 不斷拍照 我也很羨慕 陶大宛這日獲邀擔任班獎嘉賓 說到他有份演出的江湖電影 首日上映已經收30萬 贏了上一集的首日票房 上映第三日票房 更接近100萬 成績高開 到令家盟入系列的大宇 放下心頭大石 我很擔心我承接不到 因為他們全部都有基礎 這反而給了我一個壓力 幸好 由首映到上映 都有很多朋友看過 他不是因為認識我 而說我好的地方 我忠肯一點去說的 他都可以的 剛剛拍完電影的梁樂師 這日又出動穩真了 為一個品牌擔任代言人 Isabella的三個兒子都開了學 所以他就說有更多時間 可以投入工作 加上小朋友都大了 Isabella說他都學會放手 不用再陪太子讀書 我都好奇小朋友的功課 你還想不需要去看醫生 其實基本上都是交給他們 自己做母親會提醒他們 但最重要是他們自己自主學習 會不會說 媽媽你出去工作就行了 我們自己搞定就行了 有啊有啊 現在因為十四五歲都很鼓勵 哎呀媽媽你其實去工作吧 因為始終他們知道我 我的 passion 都是在演戲方面 所以他們都很支持我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 其他電影的日子拍當中 其實接下來都在聊有幾部戲 有些甚麼會追求你會選的呢 最重要是劇本好 團隊好 這個是最重要的 仔大仔世界 Isabella都會讓他們自己發展 不過說到拍拖這個話題 Isabella就沒有那麼容易話為了 那你問我做母親當然沒有啦 是呀 先讀好書 是呀 好好享受讀書的階段先 是 媽咪這麼漂亮 很難找女朋友的 做為兒子 你知不知 不會 不會 兒子拍拖沒 沒 沒拍拖 我兒子可能他們很好運動的 就是他們不用上學 他們就做很多球類的活動 那所以 沒有 我還沒經歷這個階段 同場還有Bub臨勝賓 剛剛去了澳洲 北嶺拍台慶特備節目 雖然要跟家人分隔兩地 一段頗長的時間 但是Bub就心探話 自己在子女心目中 沒有甚麼存在感 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上個星期六深夜回到家的時候 他們看到我 也有裝傢伙說 我掛念你呀 掛念你呀 掛念你呀 就是 有裝傢伙的 那只是假裝傢伙 但是他整個過程 他剛剛過了一個多月 他們是 沒看過你的 他們去了加拿大 就是去了加拿大玩 那 沒有 完全沒有 甚麼面對 要找爸爸 但是見到你的時候 很掛念你呀 他說他在加拿大都有買手信給我 買了甚麼呢 因為是底褲 底褲 幾個女兒加上我兒子 買了一條底褲 那是Mindone來的 挺漂亮的 他說 貴的 不知道甚麼牌子 我說得得得得得 那我見到 又不適合尺寸 又太大了 他可能以為爸爸很胖 我一來 四十四吋要 神經病 你是多少吋要 三十六、七 那樣子 四十四 又不鬆鬆地 對不對 也得意 也得意